今天我们会从大一到大四体会各个年级的生活 现在大家已经是大一的新生了 就要有一个崭新的模样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角色 这个是你们大一的这个新的造型 第一个我们这个学校的校草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本学校 对啊 我为什么不用我 第二个呢是魔法少年 第三个呢是掏出长日智力的 二零级新生天才少年 哎这个身高 他让人揪手 这里不够 咱俩给眼泪前后把你一进 好好好你就变成 第四个是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海外留学生 第五位是打破次元壁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二次元少年 预定是水灭月 那肯定来了 我志在必得 水灭月 跟曲静一针一下水灭月的造型 我们全文科学 第六位呢是带着大自然气息 清新脱俗的二十岁的花艺少年 最后一位是准备复读再战 为了这个 沈腾哥怎么回事呢 这学习有多差 大一就跟不上了 大家可以通过第一个游戏来选择 你们自己想办哪个造型 栏目组在这个半个月期间找到了一千位 这个二十岁的学生 然后我们对这一千位二十岁的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 得出了一个大数据 所以一会儿我问到大家 大家只要回答的这个答案 跟一千位调查的数据一致 就算获胜 所以大家要想象自己是二十岁的那个人 你会怎么回答 我们做的第一个调查是 春游家族五位成员 啥 这个二十岁的人为你们进行了一个颜值的投票 你们猜颜值投票的排序是什么 全部要猜准吗 五个人的 这好难 宇剑你也帮我们排排 听不懂 其实听到吗 我没有参加 五个人 你当然要参加 你来录节目你怎么不参加 我来 陈胜 灵姐 周深 我杨迪 哈哈哈哈 我以为朗朗哥会谦虚一点 到最后观点还是谦虚不下去 我要主要把这个题答对 你想答对你就在我后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朗朗哥答错 啊不对 啊 周深 灵姐 晨晨 然后 朗哥 我杨迪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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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你们就排 你们就排前四位就行了 只对了一个 只对了一个啊 对 就是杨迪 是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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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灵姐 我 我 杨迪 哦 哎 有可能 朗朗 周深 长盛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也不至于反着来 反着来 哈哈哈哈 这是完全不对 完全不对 对 我猜假灵姐 朗朗老师 然后 然后周深老师 我看你把我排第几 然后 就因为我在上一个综艺 你说了你几句坏话 这个综艺里面帮我 这么回事 哈哈 然后是 程程同学跟 央帝老师 对吗 答错 只对了一个 啊 我 央帝 我央帝 程程同学跟 央帝老师 只对了一个 只对了一个 一个是 一定是 我是最后 范晨晨 周深 贾莲姐 朗朗哥 我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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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扮女周深 我居然 我居然是个女人 哈哈哈哈 大家都说周深是一只小猫咪 可是我已经尽力把周深跟你拉成双胞胎了 哈哈哈哈 周深还是追不上我的这个丑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美少女 美少女 哎我可以来点那种 啊 第一个要选 啊 卡通 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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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是假发不 是假发 帅气哈 他是很厉害的一个 他是夏 是吧 是周深的偶像 哦 我说黑知识 黑知识里面的 社长 特别厉害的小孩